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一集肥媽老友記请来李力池 动漫Maggie、李曼君和范少王 和肥妈一起聊聊天 唱谈拍电影和做模特儿的乐宇露 聊天之前先要是煮小饭 肥妈教煮超简单 但超好吃的牛肉薯仔饼 今天教大家做一些很简单 但是随时都可以做 而且如果你说我喜欢的 我可以拌好就放冰箱 什么时候可以放一两天 什么时候有人回来才做 最简单的 你可以放牛肉、瘦肉、鸡肉 总之你打烂它就可以 我今天做牛肉饼 瘦肉就是猪肉饼 鸡肉就是鸡肉饼 鱼也行 我们把牛肉煮, 很简单 家里有的东西 豉油、糖、豆粉 当然了 多少少许 糖 黄瓣、豆粉、少许 少许葡萄油 放两碟麻油 让它更香 少许葡萄粉 差不多了 不要多了,麻油 好, 放一些胡椒粉 調香一點, 好了 我們就拌了它 把它拌好, 拌勻 很簡單 拌勻 好, 放在一邊 薯仔煮, 我就無謂在你面前煮了 煮薯仔不用整個蓮皮煮 像我這樣把它切粒煮 就很快就煮軟了 煮軟了薯仔, 那又怎樣呢 這樣就爛它 如果你說我沒有這些, 用過叉 我們平時現在就很貴, 用這些 是不是 以前哪有那麼多, 什麼工具呢? 一個叉就弄好了 有些人吃乾蔥, 但有些人不吃 你可以只放蔥 不難的 我喜歡乾蔥頭的香味 但是你記得 如果拌乾蔥和蔥下去 拌完就要煎了 因為出水 如果我想拌過夜的東西 你要怎樣拌呢? 把薯仔, 牛肉, 蛋, 粉 拌好之後, 放進水裡就可以了 你煎的時候 先放乾蔥和蔥 因為這兩個東西是出水的 你放在這裡, 它將來就會濕一點 放一點香香就行了, 不用太多 我們放蔥 很簡單 一隻蛋 一隻蛋 牛肉 可以放多一點, 可以放少一點 我今天特意買了 買多了就免得留那麼多 其實我平時 一半而已 這裡這麼多牛肉 今天是買多了的 我先給大家聽 我們拌勻 拌勻 現在這個時間就要放鹽 怎樣叫足夠 待會試味就可以了 一邊試到足夠為止 放些粉 粉就不要放多 如果要逐一點膠度 你的手感覺得它不太滑 可以構成成一個餅 像這些 有些大塊的, 我們就… 是吧, 把它弄小 其實這樣就可以了 好 拌勻 這樣就可以去煎了 放少許胡椒粉 我嘴裡是煮東西 然後胡椒粉 好 有些大塊的, 你就… 拌勻 有一顆粒仔薯仔才好吃 你說我不喜歡 我喜歡做到好像粉狀 你用的叉 不斷拌勻 拌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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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不可以說多少份量 因為每一個薯仔不同 我今天做的是白薯仔 它特別多水 黃薯仔又沒那麼多水 你拌勻到 覺得筷子難拌勻 這樣就對了 很順很容易拌勻 就多水 好 開始難拌勻 這樣就可以了 搞定 不要多放油 你少許少許煎 因為我特意用這個 一滴滴… 怎麼做呢 很簡單 其實一塊 放進去 你可以小塊一點 蘸一蘸水 一塊 放進去 放進去 蘸一蘸水 讓它不要黏 又一塊 你是不是炸得好像薯仔割一樣 不是 是 我為什麼叫它做餅呢 你看看就明白我說什麼了 壓一壓它 反轉它 壓一壓 反轉它 不太功夫 尤其是你那個薯仔熱的時候 一滴熟熱的時候 拌牛肉 根本牛肉已經熟了 還不用煎那麼久 我就已經搞定了 好嗎 要不收火 好像我們一邊煎 我放了少許油 你可以一邊煎 一邊煎 一邊煮少許 幾滴 這樣慢慢慢慢去煎 是那個火候力控制 已經搞定了 吃得了 有什麼不好 我的小朋友很喜歡吃這些 經常叫我煎 它這個會鬆化的 但是如果我想它實一點 用來拿著 很厚一點 你多放一點粉 是嗎? 但我最喜歡它鬆軟 所以是自己識除尊便 我們這些搞定了 有什麼不好呢 一塊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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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讓它們自己去 什麼呢 自己去吃了 搞定它了 這裡 又搞定了 好 我先去吃 我先去吃 煮完飯, 肥媽繼續跟李力池 動脈Maggie和范少王一起聊聊天 大力導演還會用幽默角度 分析靚毛的現象 現在人人都發瘋了, 想做靚毛 靚毛的意思是靚, 首先是靚 還有, 就是靚 矮小 醃製一聲 還有… 沒有實在, 它沒有實在 但是又想做不懂的 而是很漂亮 它相當 dy式 來, 我不是 Noel 試一下台詞說說話 有些人覺得挺好的 嘗試說一下台詞 我不說話… 就像你想讓他吃毒藥 不要… 不要… 不行 好,你不懂得說台詞 你也可以拍一些硬照 或者電視廣告也有 不說台詞,一邊是笑話 那些都可以 但如果你不懂得說話 發展… 停了 好,你懂得說話,說到話 看看會否唱歌 有些五音不全,沒辦法 我不懂得說話,試試做演員 演員要看你能否捱得住電視台工作 因為如果你說要做電影 現在來說很難說 一出來就要做電影 先做電視台 可不可以零五起床化妝 還是拍到三點 還是回家,還要看劇本 對,我們每個都是這樣 因為他站在那裡就要扯你 然後第二天又要5時,又要起床 為何做明星那麼辛苦 看你能否捱得住 體力上是否能支持 如果你經常都不知道要起床 或是很懶惰 又做不到 好,你做到了 然後再看看演出 有否一些古靈精怪 古靈精怪有否特別 不然你每個都是這樣做 A也是這樣做,B也是這樣做 即是我回內地拍戲 逢有些官員 他們一起來就已經自己埋堆 你是中師嗎?你是中央電學院嗎 我是鼻師 我是北京電影學院 他們已經埋堆 然後無論你說甚麼都好 官員只有一款 總之港對白一定只有一款 我心想,甚麼大陸的演員會這樣 很多時候都是A、B、C、D 只有幾款 香港也好 香港有自己個人的風格 即是劉青雲、梁朝偉、法哥等 因為他本身在香港 會鼓勵你發揮自己的個性 你說一個對白 周青池說的對白 是零食古靈精怪 但監製不會說不准,不准這麼說 這是自己的角色 沒錯 你一定要創造一個角色 是嗎? 阮兆祥有自己個人的角色 但你說可以嗎? 一來就有,不理會天才嗎? 可以嗎? 其實也是玩的 所以有個演員的腦袋很長 然後我們還要看看 會否有些像蝦叔 點化萬達的角色 有個白鸽,我點化你 又要看看你的資質 有些可能說過我劇本 已經很討厭,不想看 但有些人會說,要怎麼做呢? 那我怎麼逼你? 人工是這麼多的 這麼多,找一支槍子出來 是… 你一定要演,沒有的 這是你自己個人變態 是吧? 我很想這個演出 這個表情做得好 但有一個叫周青池 別人拍完電影就離開了 是吧?我們導演拍完電影 還要做我的主題 我的主題的意思是 加上主題,我們要剪輯 他可以在兩、三時 自己叫的士回來 他會說,等等 那場戲不要結束 要那個剔二,要剔妖吧 那你回家睡吧 剔二和剔四差多遠 有要求 但…不…還是要剪輯,要頭 最後剪輯,要尾 你不要剪輯 這是對自己的要求 是 我試過拍攝新偶像 剪輯了幾個剪輯後 那個偶像不敢發聲 那個經理人走過來跟我說 他說 導演,對白都說了 為何還要NG 不是吧,你的經理人不會這樣吧 我當然不會 你的經理人不會這樣 不會 對白都說了,為何要NG 歌都唱了,為何要NG 你走音就是NG 對,沒錯… 你對話說得不好 就NG,甚麼是NG 甚麼是全都說了,還要NG 這些水平不夠 就是各位修揚 浪費 浪費,對嗎 對,浪費 浪費價值 對,就是這樣,對嗎